好 回到南轩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一我们的美食单元 那在今天的话呢 美食单元我们要聊一个呢 等于是这些年来 其实我们也聊过一些 就越来越多的素食或者蔬食 那我们今年曾经介绍过比方说一对小情侣 他们呢 也他们是环保素 那或者健康素 所以现在很多呢 已经跟台湾过去比较不一样 台湾过去比较多的是宗教素 对不对 是 那现在的话呢 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原因了 总而言之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趋势 就是说你因为各式各样不同的原因 但总之吃蔬食或者素食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们特别邀请到呢 在这个素食跟蔬食界 也是一个呢 很厉害的网红老师 我觉得很好玩啊 就是说他是王培人老师 那他其实等于是退休了 但是退休之后呢 因为喜欢做菜的关系 因为曾经开过无菜单料理的私厨的关系 所以呢 慢慢的走上一个YouTuber之路 那到现在为止 他乐此不疲 就因为喜欢做菜 那所以呢 也希望把这样那个 怎么样子好好的做蔬食跟素食呢 来分享给大家 所以最近呢 培人老师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 叫做陪人家 家庭的家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邀请到呢 就是王培人老师到我们的现场来 Hello 培人老师早安 嗨 你好 大家好 OK 好 所以陪人家的意思就是要给家的味道 传递一个素食 就是一个素食的菜 在家里也能够做很简单 能够吃得很健康 很美味 很营养 让每一个吃素人或是不吃素的人 他的素菜都能够做得让大家觉得好吃 真的 因为我刚跟培人老师说 我斩转也收到过朋友寄给我的 培人老师的YouTube上面的影片 真的还蛮好玩的 所以你会在菜园子里面去摘菜 然后呢 我回到家 我喜欢种点菜 但是我种的菜不多 所以这就是 所以它是一个很写实的 就是你的家庭生活是不是 是是是 所以你现在就是这样子生活着 就是你会有一个小小的菜园 然后种一些简单的菜 然后里面去摘菜之后就回家慢慢煮这样子 就在院子里嘛 你就会如果有菜的话 你就摘一点 可能就是量很少这样的 因为我每样菜都种几颗几颗几颗这样的 哦 那这样真的好种吗 而且再来够煮吗 不怎么好种 但是够煮 比如说地瓜叶就吃不完 这只有单纯的地瓜叶吃不完 其他的菜可能就够两个人吃的 哦 这样子 好 所以老师是本来就很喜欢做菜 然后喜欢田园生活 是这个意思 是 喜欢田园生活 但是种菜来讲我是出入门 还在跟人家研究 就慢慢学 慢慢学 那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吃素啊 你吃素还是吃蔬食而已 我吃蔬食差不多有32年了吧 有32年了 所以我对菜啊它的料理方式啊 还有蔬菜的品种啊 我就是蛮了解蛮清楚的 那你吃了30年 所以你后来无菜单料理的那个私厨也是做素食 也是素食 哦 这样子 但是看老师这本书还可以描述到以前的 你开的那一家就是无菜单料理 其实你的菜色 就是很丰富 对不对 我没有界限 我不会说啊这个是 这个是西式的 这是什么日式 我在我的观念里面就是菜 怎么样好吃 有什么方式烹饪的方法 比如说现在有烤箱嘛 跟我们小时候可能不一样 我就可以用烤箱啊 或是用电锅啊 来减少我入厨的时间 比如说我一顿饭要花一个小时的话 他这样的话 因为烹饪方式不同 可以减少我的烹饪时间 就可以上菜了 嗯 真的是 因为我觉得 因为老师已经是师大美术系的 而且是国中的美术老师嘛 是的 所以我觉得你的菜色看起来呢 色香味里面的色 其实也很漂亮 所以看起来跟一般想象中的素食 比较多的都是 什么豆类啊 褐色啊 这种概念比较不一样 就看起来 会勾引大家的食欲 会比较愉悦 比较有食欲 真的吗 所以就是我们下酱油 或是配色的时候 要稍微用点心思 嗯 就要发挥一点美感就是了 嗯 我觉得老师蛮特别的就是说 因为老师你退休了 所以对于很多 我觉得 就是退休的朋友 如果说时间也变多了 其实可以有更多的自己 在家料理 对不对 因为对自己好 其实很重要就是 把自己身体顾好嘛 身体好 一定要有营养 对 所以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己 因为你不能全部吃肉啊 或是素食的人 最重要就是说 你是不是营养均衡啊 就是啊 然后你的 你吃的是不是身体很健康 我觉得就是对自己 照顾自己最好的一个方法 然后又可以在这里面 得到很多乐趣 打发很多时间 然后跟家人呢 相处的时候 家人也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对啊 对啊 我觉得这个 陪伦老师是一个很很很很 很经典一个典范 就是乐龄的YouTuber 就是啊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是说没有人说 退休在家 就是一个百无聊赖的 或者说 我宁可花很多时间 做一顿很好吃的 给自己吃 还有我家的家人吃 可能只有先生两个人 但是我也觉得 我可以花点时间 我不会说 哎呦花了多少时间 我是把这个餐做的 很丰盛很营养 然后两个人坐下吃 吃完了以后 身体觉得很舒畅 觉得很 觉得自己很满意 很满足这样的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对啊对啊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心态对不对 对 所以你是从退休之后 就这样子打定主意 因为你等于是 搬入出家不是吗 是 你先年也在忙着教书啊 忙着教书也是要做饭啊 每天晚上还是要做便当啊 要吃饭啊 一家人 所以你这样长期累积下来 你就有很多的经验嘛 然后再加上 我不管花多少时间 来在厨房里面工作 我都不会烦 也不会累 嗯 我觉得就好像你坐在 坐在那里写字画画一样 嗯嗯 同样的那种 心情 嗯 所以这是一个乐趣 就是你从中找到的乐趣 对 然后又从中吃到了健康 然后呢 又可以把一些 你的想法 跟烹饪的料理的手法 传播出去 对 那是我最大的心愿 真的吗 是这样子 那这本书本身 我后来就是发现 老师是美术老师 然后我就发现 这个里头 第一个 封面很漂亮 是一个画 然后里头的话呢 有书法 对 所以这都是 都是我先生 他帮我写的 你先生啊 他也是 他也是 他是画家 他是大美术系的 哦 所以你们两个是同班同学 当然不是啦 哦 他追你啊 追到了 所以在学校认识的就是了 也不是 不是啊 我毕业以后认识 我是刚开始 我是国立专 哦 后来当老师以后 再去进修的 哦 哇 你们的生活听起来 应该充满了艺术气息的感觉 嗯 好像每一个人都差不多吧 哈哈哈 OK好 但是呢 我就画画是一个非常好的调节了 那他生活的美感 我觉得也是 所以呢 在这样一个做素食的过程里面 你刚讲到 就是说你的一些原油嘛 那所以你自己在做素食 我觉得很多人对于素食 哎 老师是摆 就是不吃肉的吗 是完全不吃肉 完全不吃肉 我是蔬食 蔬食 可能吃一点葱姜蒜 哦 所以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那奶蛋素就是了 我可能不吃蛋 不吃蛋 个人习惯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的选择 嗯 就是自在一点 自由一点 对不对 对 OK好 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 在吃蔬食的过程上 我觉得大家对于蔬食 可能会有些刻板印象 第一个 就都是在吃菜 要不然就都是在吃豆 对不对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 味道都很像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不营养 我不想这些都是可能大家观点 所以我们要不要一个一个来聊 好 就是说你因为你做了蔬食这么多年了 很多都是一些偏见是不是 蛮多的 你觉得呢 因为就是时间长了 有时候你可能你没有接触到 什么叫做好吃的蔬食 可能你第一次吃素 他只有过炒青菜 嗯 所以两次以后他就会怕了 他就觉得蔬食不好吃 嗯 或是他吃到那种很喜欢用树蚝油啊 或是那个 台湾很多料也喜欢放乡村 他就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嘛 实际上不是的 嗯 因为我们除了肉以外 很多都是素的蔬食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荤食店 他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料理方式 就是去做这些蔬菜 哎 对啊 等到吃素的呢 他就只有炒青菜的时候 他营养就不够 或是吃了大量的豆子 他对身体的也是没有办法消化 所以要怎么在这里面达到一个均衡 我个人的方法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吃荤的时候 我有一份肉的话 那我就用一份豆类来代替 然后再一份就是蔬菜嘛 对 然后再一份就是其他的红烧的什么东 等等根茎类的 那我以前吃荤可能是这样 那我改成素的话 我就把肉的取消掉 就变成豆类下去 所以我在吃素对我来讲 我就用吃荤的那种料理的方式 把它做一个替换 OK 你这样想 事实上就变得会比较来的多元 他的料理方式就很多元了 对 然后就很丰盛 然后吃人就会觉得哎呀好好吃 因为你就会放一些八角啊 花椒啊 等等等等 辣椒啊 或是红烧的或是烤的 或是用橘 橘的也可以 橘的也可以啊 或是这种橘 我可能用坚果奶来代替啊 坚果打成浆 拌的九层塔 也是一个糊状的嘛 那来去烤也是很好吃的啊 所以就就是一个怎么样的替换 就是这个替换的概念 所以并不是把这些料理的方式 通通简化成青炒 或是烫青菜 对 大家等于这个观念 所以在这本陪人家里面 你就发现有红烧 有焗烤 有咖喱 对 对 然后其实有各种工饱 工饱 就是以前你会想工饱工饱 鸡丁 没有啊可以用工饱 处理别的 还有三杯 所以这样听起来是真的就来的 觉得丰盛很多 就不会觉得无聊了 对 然后就觉得吃的很丰盛 因为口味多变嘛 然后我就觉得你在 最重要就是我 常常比如说我出去旅游的时候 我常常觉得营养不良 因为一般人不吃素 他就给你青菜 那你一天可以啊 两天可以 第三天的时候你就觉得 全程都快没力了 所以你就要注意到 吃素人他一定要有个蛋白质 不管是比如说现在皇帝豆啦 毛豆啦 豌豆啦 这种豆类总要有一些 还有豆腐豆干之类的 对不对 然后你再给他吃青菜 他就营养就够了 嗯嗯 所以营养怎么样均衡 对蛮重要的 对吃蔬食跟吃素人来说 非常重要的嘛 对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宣时间继续和现场 邀请到了王培人老师啊 来聊天 那王培人老师呢 他是舒适圈里面啊 还蛮红的youtuber 因为上面的很轻易的 可以找到他的影片 他最近还出了一本书 叫做陪人家 那呃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 在一个退休生活当中 呃 陪人老师找到了你的乐趣 而且呢 对于现在正流行的这个蔬食 是是 也教了大家很多 可以在家自己烹调 然后呢 颠覆大家对于可能 蔬食跟素食的一些想法 其实可以吃的很营养 吃的热热闹闹的 吃的很开心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刚讲到说像调味 调味部分的话就是呃 其实后来我看了人师傅 才知道说 哦对啊 我对于素食也都一种 柯板印象觉得它味道都一样 原来那个味道是素蚝油的味道 还有乡村的味道为主嘛 对不对 嗯 那所以在这个调味上面的 我们刚讲一个调味 一个是营养了 所以我们来一个一个讲 那调味部分的话呢 你有一些哪些部分是你自己的实验 就是说呃你的建议 因为有些调味酱里面 我想之所以素食或素食不会用 是不是也代表说 因为里面有些荤的成分在里面 比方说我看你在炒菜的时候 你都你都是放姜 你没有放葱 是不是葱跟蒜是算荤的 算荤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如果清楚的话 一个蔬菜本身的味道 你就知道有的是可以用加法 比如说放葱蒜 有的是不能加的 你其他什么树蚝油啊 或是树沙茶下了以后 那个本身的那个蔬菜的甜味 跟鲜味就会不见了 因为我做菜的经验就是说 我我我越来越觉得那个香料王国里面很 我很年轻的看的影片 非常好看 是希腊片吧 对爷爷叫那个孙子的时候 就告诉他最好的调味料 是盐 所以我每次做菜的时候 我会去试味道嘛 我发现你 你如果只有放少许的盐的话 他就那个鲜味就 甜美味就出来了 如果你没有晃 可能就吃不出什么味道来 当你盐在过的时候呢 他的那个味道又消失了 所以我常常做一个料理的时候 我可能刚开始 我不清楚的时候 我会用加法 加这个加那个一直加 加到最后呢 就变成很复杂的味道 那后来我熟了以后 我我越来越有自信 我就用减法 我就少掉一个少掉一个 再少掉一个 就慢慢的加到他 就说很单纯的一个原味 一个保存他 OK原味 可是会不会有些原味比较接近 比方说青菜跟青菜的原味 就都是错了 错了 每个青菜的味道都不一样 同好空心菜高丽菜 韭菜 虽然都是蔬菜 味道都不一样 所以你不要让那个原味消失 所以不是每个青菜都可以 放大蒜就好吃 他有的不适合放 有的适合放 所以慢慢的你如果肯用 自己本身的感觉去试味道 你就会发现调味道 不是要放多就是好 他只要少少的 酱油也是 让他那个感觉喜悦 就停止 再下去就是咖啡色 感觉就不舒服了 如果他很苍白 你以为让他觉得没有食欲 所以这个细节 我觉得做菜绝对不是这个几克 那个几克 这个几时 那个几时 你就能够把菜做好 而是把你的心 拿出来 去跟那个菜做对应 当然一开头的时候 你的买的菜是不是新鲜 它的差异很大 所以食材的新鲜度还是很重要 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碳足跡越短 它的菜就越好吃 所以这如果说真的是很 在意环保 所谓的环保素 这种的话 就会很很很适合 非常非常适合 然后在有机的话 它真正的有机 它的菜本身的甜味就够 嗯 根本不需要加什么 只要少许的盐巴就够了 哦 OK 所以盐巴是一个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你能够抓到盐巴的分量 基本上 你的菜就会让人家吃的 一直吃一直吃 越吃越好吃 啊 OK好 所以你看刚才裴仁老师讲到 就是说 放太少有点苍白 然后加了什么样的量呢 是会让你觉得喜悦的量 但是听起来都蛮抽象 但是蛮有美感的 所以这部分人存乎一心了 要自己去感受 对不对 对 我觉得做什么事情 都是用心去感受它 嗯 慢慢的 刚刚开始 我们可能是不知道了 对 但是你有心的话 你用心去感受的话 你就会慢慢体悟 什么样东西 配什么样东西 颜色下到什么时候 它是刚好的 嗯 OK好 但除了这个用盐 去尊重每一个食物本身的原味 掉出它那个滋味之外 我发现裴仁老师 也会用一些 我们刚讲其他的调味料 就是一般 因为想象中是做荤菜的调味料 对 你也把它放进蔬食里面 就是口味正的啊 对对对 花椒啊 比如说你滷一锅的萝卜的话 又放八角跟没放八角 你光站在门口 我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 OK 所以这鲜香料本身不是荤的 是素食也可以用 对不对 对对对 那有没有什么素食或素食是不能够用什么辛香料的 除了我们刚讲姜跟蒜 应该没有 葱跟蒜 辣椒算不算 辣椒是素的 辣椒是素的 哦 所以我就发现像中间有几个 你很善用于像什么花椒 辣椒 中间我还看到有一个很好玩哦 就是说一般说去 呃 花椒下去 油去爆 那这不是要把花椒立起来吗 立起来之后 老师是把花椒放进水里面 呃 泡在水里面 对对对对 让那个味道 就是花椒的水的味道 再渗出来 再倒回去嘛 这就变成花椒水 对 哦所以这个我还不晓得 我以前都把它 立干出就把它丢掉了 哦 所以花椒水本身也是一个 也是增加它的口味的 哦真的吗 嗯 好那像这些调味 你有什么一些比较 嗯 建议比方说呃 花椒适用在什么样子的 蔬菜里面吗 他基本上对蔬菜就不大适合了 就不适合对不对 嗯 那适合什么呢 可能比较适合一些菇类啦 还有那个白花椰可能也适合 其他青菜类要要看是 像豆芽有人可能换花椒 所以会它会有麻 对对对 所以花椒本身它用的时候 你就要很小心了 嗯 因为你买到每一批的花椒的麻 麻的程度都不同 嗯 所以你这次可能放一大匙 你下次可能放几粒 嗯 就像我们的辣椒 越大的辣椒越不辣 对对对 没错 越小的辣椒越辣 辣到时候我种了两颗那种魔鬼椒 嗯 我到现在只吃了一小口 哈哈 因为它实在是辣到我承受不了 整颗你只吃了一小口 对 一点点放到一颗 一道菜里面 就已经很辣了 所以我每次采收都是给那个吃很辣很辣的朋友 哦 所以辣的程度上看个人承受度 嗯 花椒也是 但是花椒这些东西 它本身都有香料本身都有通气 还有那种去湿的功能 嗯 所以我们偶尔我们在这里 也台湾有时候很湿热的时候 我们做一点这种麻辣的 麻辣的口味是蛮好的 比如说豆腐你做麻辣豆腐啊 嗯 对 它有很多的料理方式很适合麻辣 嗯 所以到底哪些料理方式 就是哪些蔬食是比较适合重口味的 麻辣啦 咖哩啦 公饱啦 对 我们休息了 待会来继续聊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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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回到蓝宣时间继续回来现场 邀请到了王培仁老师 啊 来聊有关于蔬食的料理啊 那我们刚讲蔬食的料理 其实呃 第一个要跟着自己的心去走啊 就自由一点 不要那样子一个给自己连吃这件快乐的事情 都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太多的框架 其实不需要的哈 对不对 再一个就是说呢 其实可以用一个 就当你 开放一点的时候 自由一点的时候 有些荤菜的料理方法都可以加进 是 是 是 这个路石里面嘛 什么你刚才讲说 麻辣啊 公宝啊 这个什么红烧啦 呃 咖哩啦 要不跟大家推荐几个 比方说什么东西 摆什么东西看起来最好吃 你的经验 比方说麻辣做什么 麻辣来讲 我常常会一个就是 做那个麻辣公保豆腐 麻辣臭豆腐 麻辣臭豆腐 是的 麻辣臭豆腐 麻婆豆腐之类的 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需要那个 肉酱肉粥 你就用菇切碎 可以用杏鲍菇切碎 也可以用锈针菇切碎 甚至可以 那个豆腐切 有一种素肉粒 或是哈姆等等之类的 有时候用少量切碎了 是不是 这些东西都可以爆炒以后 可以代替肉末 老师哥 那你就教大家做一下 这个麻婆豆腐好了 我觉得麻婆豆腐 其实在这个季节又下饭 而且它里面又有豆腐 又有蛋白质 对不对 又有菇 因为菇里面呢 在老师的书里面 我觉得有一点很有意思 杏鲍菇 杏鲍菇是素食界里面 就是很 它的口味有点像肉的 对不对 是的 我吃过 有餐厅把杏鲍菇拿去当做像 肉排那样去煎 然后它那个纤维吃起来 就比较有点点肉的感觉 所以总而言之 杏鲍菇其实是一个 常见的蔬食料理 但是你特别提到说 有点年纪的人牙口如果不好 其实会觉得很硬 是是 它太Q弹了 对不对 太Q弹 太Q弹了 所以怎么处理呢 把它拍一拍 对 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 因为很多料理你常用 你就会觉得它有某一个地方 好像不大 不大吻合你的要求 比如杏鲍菇 我每次在外面吃 我就觉得我放嘴里 我都咬不断 那天看到杏鲍菇在桌上 我就突然灵感一动 就想 那肉拍一下就会松软了 那我杏鲍菇也给它拍一下 结果我发现杏鲍菇拍了以后 它那个整个的纤维就改变了 它就比较容易 含水量多又容易咬断 所以我就觉得 这实在是很特别 后来我也发现 你在这个菇上面切那个十字花 有一道看起来 我也是麻油腰花你知道吗 后来发现原来是杏鲍菇 杏鲍菇 它用做麻辣式的三杯什么东西 都非常好吃 用红烧 我甚至把它用红烧的也很好吃 就不要滚刀块的 滚刀块反而太硬了 你用这些方式做 通通都可以改变它的口感 那麻婆豆腐就再讲回来 你就是把材料不管是青椒红椒菇 全部切的倒的碎碎的 然后用姜末先去爆炒 爆炒以后你一定是要有麻辣 基本上它不是辣它是麻 辣是用白胡椒粉 是白胡椒粉 白胡椒粉辣 黑胡椒粉没那么辣 所以它是不是用辣椒 它是不管用黑胡椒也好 白胡椒就量稍微多一点就会辣 在天冷的时候 然后你就把那个豆腐切小块 酱油不是先炒菇这些 它就会很鲜 很鲜的时候你把酱油下来 放少许的糖 然后放个少许 因为我们不放味精的话 我们这些酱油啊 什么东西它都很咸 它不会很柔和 那你要调和它变得柔和 就少许的糖 而不是像谈谈吃说那么甜 就是少许糖让它整个 很柔和了 你动不下去 然后水稍微的那个 我都是用藕粉勾芡 藕粉 这个需要一点点藕粉 不要太多 不要糊糊的这样子 就一点点 让它有点浓稠 这样就好了不要太丑 这样下去勾芡一下 它热乎乎的 然后你起锅以后就 撒那个花椒打成末 嗯哼嗯哼 炒熟了嘛 对打成末撒在上面 然后再一点香菜末 花椒怎么打成末 自己去外面也可以买花椒粉 对不对 花椒粉最好是自己打 怎么打 你拿个调理机 它有小调理机 你稍微炒过以后 凉了你就把它打成末 嗯哼 然后你就把这个花椒粉撒在豆腐上面 嗯哼 然后再撒一点点香菜末下去 然后趁热 然后吃的时候 稍微大吃的时候一半 对不对 拌饭 哇超级好吃 而且这听起来就是很均衡 就是说在苏食的料理里面 我觉得菇跟豆腐是扮演很重要的提供一些蛋白质 跟其他的养分的一个来源嘛 嗯很棒好 所以这是麻辣 那咖哩呢 咖哩是不是感觉上就更能够海纳白川的感觉 好像我觉得所有的蔬菜好像都可以用咖哩 蔬菜通通都扔在那个锅里面 就是煮一锅咖哩 是的 然后最重要就是说你加一点 如果你没有豆类的豆腐啊 或是冻豆腐啊 豆干之类的在里面的话呢 你就用坚果 对我发现老师的菜里面经常放坚果 所以坚果对你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运用 是另外一个蛋白质的来源 我今天不吃豆腐 我如果吃太多豆不好的话 我就可能用坚果 我如果在意颜色的话 我就只用腰果 如果不在意 我不需要颜色很很白的话 我就会加腰果 嗯哼 腰果以外再加核桃 因为你核桃一下颜色会变灰 灰色就没有那么白了 嗯 但是你咖哩里面 你不是要有一个浓稠吗 对 一般人就是去炒面粉 嗯 那我们现在就怕胖 炒了面粉就会胖 那你就把这个坚果打成泥 嗯 用加水打成汁 他加到咖哩里面 他就会变浓稠了 哦 这样子啊 是的 所以你不放面粉或太白粉 你都不放 坚果粉 坚果泥 坚果泥 新鲜的坚果 或是烤过的坚果 自己打成汁 哎那这样很香耶 哦 除了增加香味又增加浓稠感 然后又增加营养 又增加营养 对了 哎我发现坚果实际上是在蔬食里面是个好朋友 要好好地用他 不要只有这样吃 太可惜了 哦 你做鸡烤也可以用他 你做那个白酱的蔬菜 生菜 沙拉 你可以兑一些那个南瓜泥啊等等之类的都可以 嗯 嗯 OK好 所以呢 听起来真的是 让这个口感也好 营养也好 还有这个呃 就是自己那种多元的成分 就是变得更有层次 对不对 更有选择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萱时间 继续回来现场 邀请到了王培恩老师 来聊蔬食的料理 那事实上呢 在这本书里面呢 呃 这个老师教了很多那种随手的腌制菜啊 但是这个适合什么凉拌啊 呃 烟漬就比较适合 呃 这个夏天吃肉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看一看啊 那但是呢 到了现在有点点凉凉的啊 所以很适合吃点暖暖的啊 所以我们要跟老师请教是 哎 教我们个嗯 几道菜啊 我想第一个红烧 第二个麻将啊 是这个老师书里面 特别有提到的 麻将之前事情 我都没有特别想麻将面 所以呢 麻将面 除了麻将去拌面之外 麻将可以拿来做很多其他的 很多其他的料理 尤其是麻将 其实你很简单 就去杂粮行 买一群生的白芝麻 白芝麻是非常好炒的 嗯哼 老师自己做麻将 对 哦 OK 只要有一个调理机 打打的咖啡豆 那类似那样的 你就把白芝麻放到锅里 小火慢慢炒 炒到它有点上色嘛 就OK了 不要炒到黑 马上要倒出来 放凉 你就放在罐子里面放冰箱 你每次要做 不管是凉拌菜 或是要吃麻将面 或是要吃一个热乎乎的麻将汤面的时候 麻将汤面 我看你还有麻将温沙拉呢 对 对不对 没错 然后你就把这个芝麻 放在调理机里面 就是每次吃多少打多少 它就新鲜 新鲜 因为你放在罐里面有 我以前的经验就是我买一罐麻将 一百好几个月都没吃完 对不对 就比较不新鲜 那我们也不可能去测 这里面有没有 还有什么菌 或是什么 我们也不会 因为你眼睛看它是好好的 所以我就觉得 你就直接用芝麻去把它打 打出来以后呢 你看你要做 比如说你要拌在蔬菜里面 可是要打完就是麻将面 就是麻将了吗 不是你要做调理 比如说你要做那个日式的那个蔬菜 那个凉拌啊 它是烫过堕碎嘛 你就把这个打碎芝麻拌进去嘛 放点盐啊 它就是一个日式的凉拌啊 然后你加醋 酱油香油 水 把它调一调 就是一个麻将啊 这样子就是麻将了 这样就是麻将了 那这边放很多很多白芝麻 想象中好像 好像也不会啊 也不会吗 也不会的 嗯 如果是够新鲜味道就够了就是 是这个意思 是的 如果你要更香一点 你就放点花生 烤熟的花生拌进去 它就会更香嘛 芝麻花生 芝麻加花生 对 那你今天如果说很冷 你有一碗汤 热汤 嗯 然后你觉得营养不够 只有青菜 嗯 你就把打碎的芝麻 给它拌进去 就是芝麻汤嘛 哦 它的营养就增加了嘛 这样子 哦 对啊 而且风味也 风味也很好啊 是啊 原来原来哦 所以芝麻酱这么简单做 对 所以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麻烦 像以前不懂的话 我会觉得这个 对我来讲好像很难克服哦 对啊 可是后来发现你 有一些机器 嗯 嗯 它可以打量大的 也可以打量少的 因为我们只有量少 我都是去买一个打咖啡豆的 那现在我就是买一个机器嘛 它里面有打粉的打穀物的 小小的 小小的 小小你就 两个人吃 绰绰有余 对啊 就是拿出来 我就是放在一个密封罐里面 炒好的芝麻跟花生 每次要打就倒一些 打一打 它就OK了 真的是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这两个东西 花生跟芝麻的风味都特别好 你用芝麻来凉拌的话 也很好吃啊 不管是凉拌茄子啊 蒸熟以后芝麻酱 倒进去啊 还有很多的菜也很适合芝麻酱的 嗯 OK好 所以这是芝麻酱的部分 学到了 那另外的话 红烧 我看老师书里面讲到说 有道理 红烧最常会想到就是 红烧牛肉啦 红烧肉啦 红烧牛肉面啦 但是其实红烧 当你抽掉了肉之后 它一样可以给你的很多菜 很多风味 对 我就会用那个面筋 还有豆干 还有新鲜豆皮 当然这些都要稍微煎过 不用炸 稍微煎过 煎过以后 你放在现在的高粒 不是 萝卜 大头菜 牛棒 还有 根筋类的吗 根筋类的 你就一起 胡萝卜 海带 就是昆布嘛 你想放的栗子 就是加了酱油 加了水 然后你就放在炉上慢慢煮熟了 就是一锅红烧 记得盐巴要放 既然叫红烧 你没放盐 没放酱油 酱油放到刚好嘛 那你吃起来就不开胃 所以我们就要开胃 你喜欢辣 你就扔一根辣椒 所以一整锅 其实可以 红烧的东西很多耶 所以我发现其实 老师的说法就是说 其实大家一般想 会有一些刻板印象 就红烧 你除了肉之外 顶多加点什么豆干 什么素鸡而已 但是你家 你连牛棒这顿都可以丢进去 都可以啊 可以不用全部混合 你是说单独的 我今天是萝卜的 跟豆腐 豆类的东西 红烧 对不对 那你下次呢 我是用另外一个 跟进的蔬菜 还有黄帝豆啊 它都可以放在一起红烧的 然后这一锅 它不用固 不用固 最好的就是不用固 你可能饭煮上 红烧一锅放在那里 是不是 然后要吃饭的时候 红烧给它热一下 炒个青菜 打开锅 电锅盖 盛饭 就可以吃饭了 然后冰箱如果有小菜的话 那就很丰盛了 对 就我们刚讲小菜 腌制菜就是真的很丰盛了 就放在冰箱里 而且我发现老师 你这个红烧 还可以拿来当红烧汤 水多一点就是红烧汤啊 我都没有想到 再加点香料啊 对不对 加点蔬菜在里面 就是一个像是没有牛肉的 红烧汤 红烧汤面 之类的 对 我觉得这个 这个感觉像秋冬季节 软糊糊的很舒服 软糊糊的很重要 很软胃 对啊 好所以呢 对于那种在家要尝试自己做蔬食的 最后是不是老师给大家一些 你觉得你的一些心得跟这个特别提醒的贴心的东西是什么 有些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 其实我觉得很吃素很重要的 就是说你一定要记得你是不是偏食啊 不要光吃生冷的 嗯 对我们的体质可能有大部分人不大适合 所以你你是不是要注意你的配比 嗯 你的配比是不是很重要 是不是 随着季节 随着季节 你现在出这个青菜 出这个豆子 你就吃它嘛 嗯 不要就是吃那几呀 嗯 随着季节来吃 现在出芥菜你就吃芥菜啊 芥菜非常营养啊 你不要一年四季都是吃空心菜啊 那就不大好 多远一点就是了 它随着季节走 先剥菜出来你吃菠菜 童蒿出来吃童蒿 就不要每天吃固定的 这样换着吃 其实每个蔬菜的营养都不同 我刚讲这三种菜味道都不一样 嗯嗯 对不对 所以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概念 就说蔬菜都是同一个味道 不是 对 所以就要吃的精吃的巧 就吃出它的不同滋味了 对对对 对不对 OK好非常谢谢陪伦老师 在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聊 有关于蔬食这个相关的料理 谢谢 谢谢 拜拜